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听由 毛威涛和周深演唱的相似 毛威涛老师是著名的乐剧大师 所以这是一次乐剧版的改编 然后乐剧是中国的第二大剧种 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除了这一点之外 这个版本的改编还加入了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所以我决定重新来做一次 后面也会稍微对比一下 周深在歌手上演唱的版本 这让我们来欣赏 祝宿 至于 管时 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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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遂 愚自邂朗 红豆生难过 是很遥远的事情 相思算什么 早无人在意 醉我不业者 处处霓虹 酒杯中好一段 蓝蓝风景 醉肯忘却故人生 醉不屑已故事相思 数着爱 怕人笑 还怕人看清 春又来 看红豆开 竟不见有情人去猜 烟花拥着风流 真情不再 春又来 看红豆 春又来 看红豆 对生乱过 是很遥远的事情 信仰是算什么 照复赠彻意 罪我不依惨 伏伏你以后 就会终好一段 蓝蓝风景 罪我不依惨 伏你以后 罪我不依惨 罪不惜不思相思 罪我不依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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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不依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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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我不依惨 罪不依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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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这个版本确实是非常的国风嘛 然后开头的部分的设计 其实跟歌手的版本是一样的 就是歌手呢是以秦怀景为开篇嘛 然后这个版本使用的是 粮剧 梁柱版诗经 背风 击骨的念白 死生气阔 与此成说 侄子之手 与此偕老 意思呢是无论生死离合 我们都要在一起 这是我们当初早已说好的约定 当然无论是秦怀景 还是灵柱 还是诗经的这一部分 包括相似这首歌 所表达都是一种情感 就是一种比较哀伤的情感 然后周深唱的第一段呢 主歌还是由钢琴 赋以弦乐所谓伴奏 但是与歌手的版本相比 去掉了低声部的弦乐 这一段从的听感上来说 我觉得处理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但是因为伴奏的改编 使得整体的情绪 似乎显得没有那么沉重 而且副歌的部分呢 它的气声的运用感觉少了 减少了一些 声音变得更加实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新话筒 好像确实就是听起来 收音的效果会好一些 接下来的部分呢 就完全不同了 伴奏用到了很多传统的乐器 包括有笛子 有鼓针 还有鼓 以及一些特殊的音效 然后就进入到了 乐剧版的相似 这一段猫威涛老师的影唱 就只能欣赏了 但是伴奏的部分呢 是由弦乐钢琴 和我们非常多样的弹波和吹奏乐器 做配合的 在这里面我听到了非常多的音色 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 感受一下 这种直接结合和碰撞 在这首歌里听起来呢 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乐剧的唱腔听起来 真的与众不同了 它的发音和腔调都很不一样 在乐剧版的相似之后呢 最后的部分重新回到了 诗巾 背风 击鼓 伴随着两人的对唱 和声 感情层层递进 确实让我非常的动 我觉得这次的融合工作 是非常庞大的 从不同乐器的引入 中西方音乐的融合 编曲的制作 再到乐剧梁柱的唱段 最后到整首歌的呈现 这样的作品 真的对于编曲老师 和演唱者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再融合了我们的国粹 而且还要能够比较完整的 保留它的韵味 它的神韵 并且能够把它唱出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那从整个编曲的设计 到情感的表达 我觉得都是很到位的吧 而且梁柱的引入 我觉得从两个点来说 都非常适合这首歌 第一个点就是主题 就是非常的契合 相思这个主题 第二个是因为 在音乐上它是有基础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 梁山博与朱英台的 这个小提琴协奏曲 它是吸取乐剧 曲调为素材的 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改编和融合的过程中 就是在改编和融合的过程中 它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最开始也说了 这是一首非常国风的歌 从配乐到梁柱到诗经 包括相思这首歌本身的出处 全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展现 关于主题系的部分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我上一个就是相思的视频 这里面我就只贴这首诗了 这个是唐朝大诗人王伟的一首诗 它就叫做相思 这就是一首 借永悟而寄相思的诗 我真的觉得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 作为文化的推广 尤其是改编了成乐剧版之后 梁柱的故事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因为它跟罗明欧与朱莉叶一样 它其实都是非常凄美的这种爱情故事 而且这首歌融入到了非常极其丰富的 我们的中国的文化 所以我真的觉得 非常的适合推广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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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